嘿大家好 歡迎收看八拍哥哥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Tropical House代言人 KaiGo 首先一定要來講一下 KaiGo的超級事蹟 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 線上音樂平台Spotify吧 KaiGo在出道三年的時候 被Spotify譽為當年2016年的最強黑馬 原來是因為他是Spotify 有史以來用最短的時間 達到總單曲播放次數 突破10億次的DJ OK 那KaiGo的取名 是取自於他本名中的字首 就是挪威語 KaiGo是一位音樂家 DJ更是一位Tropical House的製作人 而他分別在2015年拿下過 DJMAG百大DJ中的第三十三名 2016年也得到了第26名 2017年是第24名喔 而2018年他得到了第32名 今年他則是得到了第52名喔 年僅27歲的他 可以說是百大DJ榜單中的常客啊 那到底是什麼機緣下讓他發跡的呢 KaiGo因為家人從事牙醫的工作 所以出生在新加坡 童年常常旅居在國外 先後也帶過巴西、日本、肯亞還有埃及等等的國家 那之後因為父母離婚 他就跟著媽媽一起生活了 而正因為KaiGo的父母也都會彈鋼琴 讓他在耳濡目染之下 於6歲的時候便開始學習 因此擁有了相當深厚的古典音樂基礎 直到15歲的時候 因緣際會下他知道的數位編曲軟體 也就是我們製作界稱之為DAW的東西 並且開始在YouTube上自學 那也因為他的樂理基礎實在是太強了 讓他很快就可以上手 KaiGo也經常提到 我彈了一輩子的鋼琴 在台上卻都是以放歌為主 所以我希望能夠將兩者結合 將keyboard融入我的音樂表演之中 這才是我最拿手的事情 而他會想要踏入電音領域的主要原因 就是聽到了當時很有名的單曲 來自電音傳奇人物Avici的Seek Bromance 而Avici也算是KaiGo生涯中 最重要的啟蒙老師喔 當時KaiGo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能像Avici一樣 可以有著一定的影響力 那也正因為如此 在蘇格蘭愛丁堡念書的他 當時突然決定要休學 展開自己的音樂生涯 一剛開始KaiGo是想成為一個 流行EDM的DJ 所以他在網路上 模仿了很多知名製作人的編曲手法 但是後來他覺得聽上去並沒有很特別 所以他開始反向了思考 甚至花了將近七個多月的時間 來決定未來的方向 最終他找到了一個輕鬆舒服的風格 來作為自己的主要特色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Tropical House 而KaiGo的第一首歌Epsilon 是發行於羅馬尼亞的一家唱片公司 來聽聽看吧 而就在2013年KaiGo Remix這首來自紅髮艾德的單曲 I See Fire 這首歌在網路上爆紅了 而輕快的旋律搭配Epsilon的迷人嗓音 真的是超級耐聽的 這首歌在Youtube與Suncloud創下了5000萬 及3700萬次以上的點閱率喔 在音樂串流軟體Spotify中 每個月仍然有高達1500萬左右的聽眾 那真的是超級的驚人 難怪在網路上許多的粉絲都說 不知道為什麼KaiGo的歌 總是聽不膩啊 在隔年2014年KaiGo位於挪威的Fightings Festival 和偶像Avici一同表演 而後來Avici也因為身體狀況的關係 取消了很多場的表演 改由KaiGo頂替了他的位置 其中包括Tomorrow World等等的大型國際音樂節喔 那這一連串的演出機會 也讓他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以及好評 就在這年他也發行了這首 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單曲Firestone 這首歌找來了澳洲的歌手 Conrad Shure來演唱 一推出後就轟動全球 這首歌不僅僅在挪威單曲排行榜中拿下了冠軍 更得到了世界各地等等7個排行榜的州冠軍喔 在YouTube點閱率更是已經超過了6億之多啊 這樣的高人氣也讓他 與國際知名的唱片公司Sony 還有Ultra Music簽訂了唱片合約喔 接著各種不同的邀約開始上門 其中一位大咖正是Codeplay的主唱Chris Martin KaiGo重新remix了他們的單曲Midnight 大家可以去搜尋來聽聽看喔 這邊因為版權的問題我們就不播放給各位聽了 不過大家可以在聽的時候注意一下 這時候屬於他的特殊音色 其實已經逐漸的成型了喔 這邊一定要跟大家提到一個善舉 同時KaiGo與知名的EDM品牌Electric Family合作 他們所生產的手環銷售到了世界各地 並且會把所有的收益全數捐給了無國界醫生喔 那我們這邊大概介紹一下所謂的無國界醫生是什麼 這是一個獨立的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 致力於為受武裝衝突 流行病、疫病和天災所影響 以及遭聚於醫療體系以外的人群 為他們提供一些緊急的醫療援助服務喔 那KaiGo在成名之後還是不忘本 希望能為這個世界做一點什麼 是不是非常的有愛心呢 KaiGo2015年的單曲幾乎可以說是首首經典 比如Here For You、Start The Show、Stay等等 我想大家應該都聽過了吧 沒有聽過的朋友再自己去搜尋一下喔 這邊我們同樣很可惜的被版權限制了 也不播放了 就在次年2016年第一張的錄音室專輯Cloud9 終於問世了 這張專輯KaiGo可是付出了極大的心力製作 總共花了一年半的時間籌備喔 當時KaiGo更受邀擔任 李約奧運閉幕式的演出DJ 能夠參與這場國際級的盛會 也代表了他的超高人氣 已經達到了非常的高峰 接著他下一個目標 就是成立了一個廠牌 KaiGo Live 但如果你以為這是唱片廠牌 那你就錯啦 KaiGo Live是一個線上商店 賣的東西可真不少 比如說是耳機阿 衣服 外套 喇叭等等的 他還因為自己的耳機 而開發了專用的APP 可以在你使用耳機的時候 做一些細部的調整喔 但是目前台灣是無法直接購買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有沒有辦法代購阿 或者是集運之類的 就在2017年2月時 KaiGo也發行了第二張專輯 Kids in Love 這也是哥哥我本人 非常喜歡的一張專輯 在這邊介紹兩首歌 其中一首是與小天后 Selina Gomez合作的單曲 It's Ant-Me It's Ant-Me 再來還有這首與Elly Golding 所合作的單曲 First Time Weed-E-Car Weed-Stacks on the playback I'll do it all again 喔 然而这些年过去了 开狗仍持续发行了 很多好听的单曲 包括之前名侦探皮卡丘的主题曲 Carrie On 这首也是相当轻快又好听的单曲 我们来听听看吧 Carrie On 再来要介绍的这首就比较特别了 是在今年2019年发行的 这个单曲一出 马上就攻占了排行榜 是Whinney Houston曾经翻唱过的歌曲 Hire Lo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